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常做很多奇怪的事 没有没有 因为你常常会出远门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出远门的话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就没有来上我们节目 所以每一次来啊 都觉得他整个人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像刚刚有人说他是不是剪短头发 对对对对 他剪短头发然后他 他剪短头发之外 其实造型也有点不太一样 有吗有吗 呃就是比较小清新的造型 小清新的造型吗 你有一阵子没有你有一阵子 诶对不起我弄一下我的麦克风 他咋咋咋 你你你我记得你你就是好像每一次出去这个 呃修行回来 修行 哈哈哈哈 旅行啦没有修行啦没有这么厉害 旅行有啊我觉得你也都零修啊 不是吗 没有日常日常修炼而已 对对对 反正呢他就回来之后就会脱胎换骨 就会那个说欸他最近就是又不太一样 所以呢又呃呃可能就是从里到外感受都不一样 所以就要把以前的衣服都丢掉 没有没有丢啊 你最近没有 最近没有 你上次有 上次有是不是 你上次回来之后整个波西米亚 波西米亚风真的啊 你都不记得了 哈哈哈哈 他会掉那个以前的 很快 导播掉一下前面的影片 还好我们都有 那个录影城镇 哦真的啊 不过不过呃就是就是那一阵子特 那阵子有一个很比较大的改变 啊 对然后后来又有改变 反正你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改变都蛮多的 对对很爱改变 那也是因为他其实常常去接触很多 嗯 比较新的 其实不是新的他都说都是很古老的 对对对 但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很新 都很新 所以都很想要听他讲故事 那今天的主题其实也跟你最近又去的 对我去泰国去排那个排毒 去排毒药炒油排毒 对就是跟他最近的一个体验又有关 衍生出来的一个主题 那讲到排毒哦 我们就会想到说大家都觉得 那可能都是为了心身体好嘛 对不对 要把我们身体里面累积的废物排出去 嗯但其实哦一直都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你呃你生病哦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只有累积到一些物质的东西 对没错 可能还有一些非物质的东西 嗯 心灵层面的 心灵层面的东西 压力压力变久了 情绪变久了 就变成癌细胞 没错 那这个东西当然哦你说以西医来说的话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哦 但是中医也是这么说哦 中医也觉得就是要你气瘀 然后就会成为这个气结 之后你可能就会怎样怎样 嗯 嗯 那呃所以你这次去呃 你这次去其实有有所体会 当然我们等一下要听一下你的故事 嗯 但是我们就从你的专业来看 是 心理师 嗯 来看你觉得 从心理学的角度 到底有没有探讨过人 会不会生病这件事 嗯 其实我们心理学探讨很多啊 那当然我在食物工作上 我也有看到很多 那心理学有特别的一环哦 就是身体心理学 好就是你的心理怎么样去影响你的身体的器官啊 嗯 或影响你呃 导致你有什么样的失衡状态 然后有疾病 嗯 对像其实我之前都会看说 因为我之前一直有那个皮肤的状况 然后我就会翻很多书 看他们在心理上是怎么去描述 就是一个持续被皮肤困扰的人 嗯 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就会发现 诶有一些人他就 有些人他的描述就是说 哦 因为皮肤是我们内在跟外在的这个疆界 嗯 所以也有可能是你那个 就是你界线不明确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 但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哦 因为皮肤就是呈现给外在的形象 嗯 所以很有可能有自尊的问题 例如说你可能很爱面子 好你可能自尊心很强等等的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样 那我之前也会看啊 像是说什么 呃就是 像我妈妈以前 他是有尿毒症 哦就是肾脏要肾脏 肾脏的问题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去看说 诶那那个尿毒症 跟心理上的一些关联性是什么 然后我就会发现 诶有一些书 他其实是讲的是 他是一个阴阳失衡 嗯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其实都会去反思哦 那个什么阴阳失衡的概念 对我来说他就比较像是 呃就是我妈妈在可能呃 男女关系里头 或者是身为女人这件事情 他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嗯好就是关系里头 他可能位置是比较小的 而导致一种失衡 但这这都是我自己的一种 解读的方式啦 因为我们其实一个方面是 我我我我会思考的是 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我其实还是会更关注的是 我们的生活习惯 嗯我们的心理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习惯 嗯对所以你看很多人生病 其实他生活习惯里头有好几个问题 对例如他乱吃东西 嗯太晚吃东西 嗯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睡眠 嗯就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他熬夜嗯好第三个是情绪 嗯对我就觉得其实这三个东西是 非常强烈影响一个人 为什么会生病 嗯然后第四个我觉得比较悬啊 但这个第四个是那个 苏美岛的那个老师跟我讲的 就是业力 嗯那我想说哦业力好吧 信者很信 那业力我就真的很难解释 因为他他是太太灵性的一个东西了 嗯嗯 业力最近常听到这个词啊 哦真的哦 最近就每每一个领域都在业力引爆 都在业力引爆 哈哈哈哈 所以不能随便做坏事啊 哈哈哈 对啊就是说好 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老 苏美岛老师说业力 对 他所谓的业力是造成你生病的一个 一个原因啦对不对 嗯 但是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生病啊 但是他们可能在这个人设 或是社会性已经给他一个死亡的状态 对社会性死亡这样子 所以业力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要相信它是存在的哦 嗯 他不见得就是因为你要直接说 他导致你的病痛 我觉得这个很难 没有办法做一个科学的证实啦 对 前面你讲的饮食啦 情绪啦 对对对对 这些睡眠这个 这个我们都非常的理解 对 但业力就是一种因果报应 天道轮回之说 哈哈哈 我觉得那个很难 嗯 但是这个 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个 要做好事要做好事 对要做好事 对对对 那就来讲讲你这一次的排毒之旅哦 嗯 你有几次出国的经验哦 嗯 其实你前面也算排毒啊 哪个哪个排毒 你那一次去是去秘鲁吗 对我去秘鲁 欸上面有人说 那个Mina就讲说 秘鲁死藤水嘛 秘鲁死藤水嘛 你上次就有跟我们分享 对啊有 那个也算是排毒对不对 呃我觉得那是一个大量的情绪排毒 因为你就一直吐 不是后来吗 就是小小的吐 但是到后面 因为没有东西 你只有喝大概100ml嘛 哦后来就没东西 没东西 没东西出 但是你的内在就经历了很多的清理 嗯 因为我的那个感觉好强烈哦 就是去清理很多我的情绪 很深沉的情绪 嗯 然后在那一次喝那个死藤水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是 他他推着我去看到我的生命历程 嗯 然后去看了 天啊原来我在密集短短的十年内 我失去了很多人 嗯 嗯 我的外公外婆都过世了 我的奶奶也过世了 我的妈妈也过世了 嗯 所以瞬间就是四个最 呃就是跟我亲密的 最亲密的 而且是很很照顾我的人 嗯 就这样过世了 嗯然后我就发现说 哇天哪 就是原来我内在有这么强烈的断裂感跟悲伤感 嗯 然后在那一刻就是瞬间就是 就是爆炸开来欸 嗯 对 对 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感觉非常有趣是 就他在爆炸开来之后 我突然觉得哦好多的悲伤被我自己好好的理解跟看见 然后真的是 我就觉得哦天哪你身体就轻盈很多 然后在吼完之后更有趣的是 我就突然想起了好多事情 嗯 而且是想起了从小到大有多少人爱我的经验 嗯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过程让我很感动是 嗯 然后也让我重新体认我们 我们人的心理历程就是 嗯 你去看为什么有些人很不满足 有些人一直活在一种焦虑跟匮乏的状态里头 嗯 例如他很怕没钱 他很缺爱 嗯 有时候其实就是也许是我们生命里头的某一些断裂 包含就是你你很亲近的人他就突然过世了 然后你感觉到没有人爱你了 你在那个痛苦感里头 那个痛苦会让人看不见爱 嗯 看不见身旁的人其实是对你很好的 嗯 然后我在那一刻我就重新去体证天哪 就是我们内在 如果当我现在情绪状态是不平衡的 或我现在情绪状态常是很容易生气的 很容易暴躁的 嗯 情况 其实我都要回来去检视 就是我最近有没有 或者是我其实生命里头有没有哪一段很难受的经验 我其实没有处理好 嗯 因为那一个痛苦也好 创伤也好 它会压制我们看到爱的能力 嗯 对 所以那一刻 释放开来之后 我就突然想起 欸你知道小时候很小很小的事情 嗯 真的就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 他一直都对我很好 然后他很喜欢我是一个女生跟我同年龄 然后他常就很像妈妈一样照顾我 嗯 然后我就就想起这些回忆之后 我就就是你知道就是很感动 嗯 就是你知道身旁的爱很多 就是身旁有很多很多的天使 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那样子的眼睛去看到 嗯 嗯 有人说竟然没有听到那一集 然后还有人说Mina说哇塞 真的有尝试死藤水哦 我没听到那一集哦 欸 我有来分享过 我们 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讲死藤水部分 好像讲一小段而已 嗯 因为因为他毕竟在 以台湾的这个状况来说 其实是 其实是 我们还是认为他是一种比较不 其实也不是有台湾吧 嗯嗯 在秘鲁他是很很 也不算是很 大家都会尝试的东西啊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去秘鲁的 那个亚马逊丛林的那个区域 对啊 然后我就去了旅行社到处问 嗯 因为那个他其实还是有 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在的啦 对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所以所以我们就 其实并不是说鼓励大家 一定得去秘鲁都要去尝试看看 并没有齁 因为我听这个Chloe讲那个过程 我也是觉得蛮恐怖 我不觉得每个人历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不能自己去尝试 对对对 不能 你是真的不能 对那好危险 你应该要有人陪你 可是你就都一个人去 对对对对 因为我当时候就真的一个人去 可是为什么我敢去 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 我比较有把握的是 我对我情绪状态的理解 这就是我要讲的 对对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讲 这个 就是我觉得Chloe很有意思 你知道 因为她自己本身是 在心理资商 因为你们要学资商 你们其实里面要 以前要读大量的心理相关 对对对 然后她自己不管是在 在个案或者是在研究 一般的演讲 她也分享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你到各个地方去尝试 不同的这些 不管说的是排毒 是心理的排毒 身体的排毒 它其实都可以为你自己原本的专业 再注入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像你那次去灭乳 尝试这个死藤水 回来之后 我觉得你对于就是你刚所说的 那个拨开内心 历程的体验感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 但不见得大家都适合 因为你有那样的训练吗 你对自己的情绪 有那样的控制的程度吗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很害怕情绪 所以我说不能自己去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有一些人面对自己的创伤 是会被自己的创伤给吞噬的 如果旁边没有人陪着你 其实他的那个创伤 被整个掀开来的 我觉得那个危险性是很高的 好那一次呢我觉得 姑且把他认为是心里的排毒 你这一次去 你这次去哪里 我这次去泰国 泰国苏美岛 对 这一次苏美岛算是身体的排毒吗 你觉得 身体的排毒 那你先跟我说 回来之后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回来之后喔 回来之后我自己觉得 呃 我觉得只有一次好像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说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对 但是因为他那时候排毒的时候 他会一直跟我说你哪里有什么状况 因为他从你排出来的粪便 去帮你看 喔 哇 这个 所以也都很伟大 这就是这个 妈妈们 这个新手妈妈们 在这个儿子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呢 每天都要 每天都要检查大便 其实有一群人呢 他们也很伟大 就是新生儿科医师 因为在新生儿科的门诊 你就会常常看到 妈妈带着小孩去呢 就会拿着一包尿布进去呢 要打开来给医生看一下大便的形状 所以 这个 蛮有意思的 我们等一下回来呢 就请Chloe来分享 这次去泰国苏美岛的一个排毒历程 非常有意思 直播我们继续大家可以聊一些五四三 哈哈 男女大不同 我们的主题是探讨 从心理学看人 为什么会生病 吴沛英在现场的是爱心理创办人 吴沛英諮商心理师 欢迎Chloe老师 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个 Chloe老师每次来喔 哈哈 她 她 她所 她去体验的一些情绪暴击 也都给我带来情绪暴击 哈哈 铁齿文 哈哈 就是冲击 冲击真的很大 因为我这个人就理性脑嘛 嗯 对啊 我就理性脑 哎 做諮商到底是理性跟感性哪个部分 要比较多一点 其实我做諮商的过程当中 理性是多的 多的 对不对 对 但你真实人生当中感性多 感性是多的 哈哈 为什么这样讲 这样才有活着的感觉吗 为什么这样讲 是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十分钟的广告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直播限定的话题 就是她最近 她最近做了一个古印度算命 古印度算命法 就是说呢 有一个仙人在两千年前 哎 也不用仙人吧 两千年前其实已经有人类的存在啦 可能吧 对啊 那还仙人 反正就说有些人在两千年前就把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写好了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写好了 跟平行时空的人生 都写好了 那呃 她就跟我说她那个过程 因为当然她会讲出来 她说她情绪被暴击 就是因为真的她觉得实在太准了 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情 对 那呃 那刚刚是直播限定喔 所以呢 如果大家 我们讲一点点而已喔 没时间讲完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直播结束之后喔 去看回看喔 中间的这一段就是Chloe 讲到这个印度的这个 而且她是透过视讯 对不对 透过视讯 而且她不是通灵喔 她是真的已经写好了 哈哈哈哈 我一直 你们听一听之后再来讲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不可能 你在报名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给你她的 给她你的资讯嘛 至少有你的名字嘛 她可能有那个 那个户籍资料 有沒有 输入进去 然后找得到爸妈的名字 对啊 嗯 好有可能喔 嗯 我跟你讲 欸 难道不可能吗 有可能 因为对她来说 她觉得怎么可能知道她爸妈的名字 可是我觉得知道她爸妈的名字 好简单喔 对 怎么会 怎么会那个 她只要跟各国的那个警政系统 只要一个人跟她有勾结就好了 这有多黑心啊 这种钱也要赚 我跟你讲 每个警察都可以找 都 只要她是警察 她就可以输入到警政系统 全国只要有登记的人 她通通都知道齁 好那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我脸好走 被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那是我用理性 所以我才讲 因为我用这个理性思考 因为我们是记者嘛 嗯 记者你要想办法去找到 这个 这个关联性 或者是 对对对 要说服 嗯 我们想要找人也是 透过一些方式就可以找到人 哈哈哈哈 也是也是 好所以呢 呃 很有意思啦 现在护证事务所系统呢 你说也可以查 可以啊 你不能查到 但如果里面的人 他可以查到 違法的系统就查得到 但你就要看他是不是有办法 可以跟这个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来报名的这个人 他都有一些眼线可以在里面 那当然这个 这个都是就是比较多的呢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大家等一下可以 这个回看听一下 那我们回过来就讲 另外一个旌旗之旅 对 就是在 呃因为我们虽然讲 今天人为什么会生病 等一下我们会 回到这个主题 但是要先来讲 就是你在苏美岛体验的 这个排毒 对 这个排毒就是我们 平常比较常会听到的了 对不对 对对 断食对 他算不算断食 他有断食的 呃 那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 断食的过程了 对 因为其实我在去 我总共呃 去到苏美岛进行了大概八天 然后我在去苏美岛之前三天 就已经开始断食 那呃 那其实我朋友 因为我有朋友已经去 非常非常多天 去那种超过一百天以上的 你是说前前后后加起来吗 就前前后后加起来 超过一百天 然后他们整个身体的状况 就很OK 所以他就一直推荐我 可以去尝试看看 嗯 然后我去了之后呢 呃去之前呢 我就先吃了三天 他们的那个就是 他有点像是药草粉 药草粉 然后跟一些酵素的酵素粉啊 嗯 然后呃就是帮助你把 就是你体内的一些素边 都先排干净 对 对排干净之后 呃去到那边之后 就开始喝他的那个药草油 对 对然后药草油啦 然后你一整天的饮食 大概就是酵素 然后两次的药草油 然后 椰子水 然后跟一个就是呃 就是清汤 嗯 就是因为清汤你还是要有一些些饱足感 不然有些人真的会饿到发抖 嗯 但我其实去到那边那几天呃 剩下后面的天数是真的有饿 但前面其实都还ok 对 都不会觉得说真的饿到不行 但是其实身体是真的没什么力气 对 因为你就没有平时那些呃 那些那个蛋白质进账嘛 对不对 或是什么葡萄荡的补充 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就是没有 但是你其实还是每天都是有办法活动的 然后呃 你每天早上就是要进行灌肠啊 嗯 这样子的 然后要每天给老师检查你的粪便筒 嗯 对 然后从那个粪便筒的检查里头 因为老师会看那个粪便的状态啊 形状啦 颜色啦 然后去说你体内大概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些老师 嗯 在当地到底都算是密衣吗 还是什么之类的 怎么讲 他其实他自己的经历也蛮有趣 他自己的经历其实是呃 他在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business woman 就是就是有自己的的事业 然后他大概到四十八岁四十九岁的时候突然迷患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癌症 嗯 对然后那当然这过程我觉得他其实有点玄啊 嗯 他就说他就就是去求骗了各个医生 然后后来甚至去求了佛陀 嗯 然后是佛陀给了他这样子的秘方 嗯 我听到的故事是长这样子 好 对所以就那可是重点就是说 他自己的体验之后 嗯 对他自己的体验之后 他自己进行了这样子的排毒的过程 嗯 他治愈他自己 所以他从呃四十九岁 现在他的年龄是六十三岁 嗯 也已经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 对长达十几年 然后每一天活跳跳 嗯 嗯 在推广这个东西 对 然后在当初很多人 我相信非常多人都体验过 嗯 好 那所以你要讲 你自己这呃 你是八天嘛对不对 对我八天 你自己这八天来 让你觉得最惊异的是什么 最惊异 惊异之旅 最惊异之旅 最惊异的是什么 最惊吓的就是我排出塑胶 真的假的 就老师就撈起来说 哦 plastic 我就想 蛤我有听错吗 plastic 就是不是塑胶吗 然后他说 对就是塑胶 就两小片塑胶 你有看到吗 我有看到 啊真的是你排的吗 有被掉包吗 没没 对他真的是我排 因为从头到尾他都只放在我的房间 哈哈哈哈 对然后 你每天你知道多害羞啊 而且你知道桶子是 白色的还可以透出来就是 大家都看得到的 对看得出来 你今天排了多少分片 大家都看得到你的分片头 我刚刚是觉得很惊奇 就是原来我们都好几天不吃东西 还是会排 那我就想说 诶那东西就叫素便 可是老师 那个chloe说不是 因为素便在前面 前面已经排完了 前面已经排完了 已经三天了嘛 嗯 对啊对啊 所以你后面基本上就是 就是没有排什么分片 那照老师的说法 这些排出来的奇怪怪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是在你体内所有地方去 对 又回到你的肠道里面排出来的吗 对 是这意思吗 他其实有一个概念 但其实我当然 我还是会 就是迟疑了一下 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概念 对啊 其实就有点像是 就是他把你血液里头的 的一些东西把它清理出来 他的概念是这样 那 可是我就听一听 我自己 我没有这些医学的背景跟常识 所以我没有办法真的说 那就是 真的就是这样 对 但他确实有看到就是这样 对 他无法解释 我没有办 我没有那一块的知识 所以我没有办法来解释 可是 我是从我自己的经验里头去看到说 天啊 我真的会排出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好 那排完之后 你自己有觉得很轻松吗 排完之后有 然后排完之后 其实你会开始重新去认识自己的身体 嗯 因为例如他就跟我说 呃 我的就是有排 我排出了什么脑部的结块 然后我就认真想 哈哈哈哈哈哈 天哪真的欸 我想想我过去 过去半年好像有轻微脑霧的状态 大家都有啊 好像有欸 那我先问你 排出脑部结块之后 你最 你回来之后你有觉得自己脑子比较清醒吗 有觉得就是比较清爽一些 真的假的 我们的就是负面的东西的累积 我觉得还是有 好 脑部的结块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然后他一直说我假装腺有状况 好 对 然后讲了好几次 就说从就是从你的分辨里面看吗 对 对他就说这就是假装腺排出的某一些毒素 然后后来我回来之后 嗯 我认真的去翻了我2018年做的见解 嗯 然后才发现欸 我2018年的时候 其实有讲到我的假装腺有状况 但我没有做认真的追踪 对 可是我2023年就是我上个月 我就是再去做了一次 而且我真的就针对假装腺 然后去看那个血液里头的假装腺的素质跟 就是呃超音波 都是正常的 都非常正常 之前还有状况 然后这次就完全正常 所以我也只能说我看到了只有 在我自己身上只有这一点 哦 对其他因为其他讲的像是什么 呃就是协议有一些状况啦 嗯等等的 然后就后来也没有就是在我的健检报告里头 也没有太太明显的问题存在 嗯对 嗯好 所以这个是个人体验啦 以上纯属Chloe个人体验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我是听过的 这个这个东西 呃因为这种什么几天的排毒之旅 嗯其实台湾也蛮多人 对对对对 有兴趣做 而且也不见得是在泰国苏美岛 好几个人好几个国家 好几个地方都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哦 嗯嗯嗯嗯 那呃总而言之回过头来 我们就扣回到在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从心理学上来看人会什么 会生病 对 你你其实把今天的主题哦就是呃 呃跟在心理学里面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依附 对 做一个连结对不对 对依附就是附着在什么东西上面 嗯跟那个概念 然后我我自己发现为什么人会生病 跟三个东西的附着很有关系 嗯一个是对人的附着对人的依附 嗯像你知道我们说 例如我一直很认真的很尽心的照顾某一个人 对然后照顾到我自己身心失衡 嗯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对于事情的附着 例如我对于事业 所以其实去到苏美党那边有非常非常多人 他们都是呃就是我们说walkholic 其实我自己也是我自己也是工作狂 嗯嗯然后所以我就从那个过程当中 我重新去思考天哪我过去八九年 我好附着在我自己的工作上 就是我一心就是会很渴望那个成就的展现 然后让我其实是很身心失衡的 我我其实是到大概今年一月开始 就是有一次突然就是胃胀气 然后胀气胀到我一整天都不想工作 然后我后来就认真想 我就想天哪我这一辈子花了这么多时间 在这个工作上我到底是为的是什么 然后我我花了这些时间工作 可是如果我之后赚了钱都拿去给医生 那我人生又是为了什么 你知道吗就是那一个小小的病痛 让我开始去想我是不是太附着 天哪胃胀气不是日常吗 没有你为什么一个胃胀气就可以 所以你看我平时都健康 我就是健康宝宝啊就是很爱健康 越健康的人越会 我跟你讲这就是这就是人性 对 越健康的人身体上出现一些状况 他反而又会注意他的警讯 对我其实很注意这个警讯啊 你已经把这个当做日常就是这种日常 你怎么把这个当日常 这很难受耶 你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 你就是想办法把它让自己舒服一点就好 哎我现在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从今天一来就一直在力推我去 泰国书梅导自行 因为你没感觉 我因为我刚刚听到的那个关键字 workholic workholic 对我是workholic啊 对啊 他说他超想看我会排出什么 来来来一起来 我跟你讲这个我 我最近在纠缓了 这个我还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他没有 他看起来没有生命的危险 没有啊 当然没有啊 好不回来继续聊 今天的男女大不同喔 非常的有趣 整个过程都太有意思了喔 喔 我们非常谢谢爱心理创办人 吴沛莹老师 总是带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惊奇之旅喔 那刚刚我们回到这个主题讲生病 从心理学来讲这个人为什么会生病 对不对喔 那继续下去 讲到依附的课题嘛 对讲到依附的课题 因为其实我想有时候啊 我们没有去看到自己过度依附一个人 例如我过度依附我的孩子 然后我所有的事情都为孩子做 为孩子着想 你可能在这个关系里头 你会逐渐的失去你自己 逐渐的失去你自己之后 其实你会感觉越来越掏空 所以我在说的这种 这种生病的状态 像我们一直觉得 例如我很需要去照顾谁 然后为了谁很认真努力的赚钱 的这个过程呢 它其实会让你忽略 你自己身心已经在一个失衡的状态里头 对 或者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我过度的工作 我工作我就后来就认真去想 我工作的时间是很长的 有时候是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然后晚上十点之后 我就开始吃东西 对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看起来很像健康宝宝 但其实我真的 我的生活作息是没有这么健康的 例如我可能十点之后 我还会觉得 啊 终于有我自己的时间 追个剧好了 吃个严书记好了 其实我们现在都会这样啊 我还是会 就是我在前面 我都还是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可能就是 忍不住就熬夜 然后就熬到一两点 然后水又喝的少 完全就是我 又很依赖寒糖饮料 我就是 前面就是发现 我其实这一些生活习惯都非常的差 但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吃这些东西 好像有一些轻微的幸福感 然后支撑我继续可以认真努力的工作 可是我就会后来 后来会真的回头再来想 为什么我这么依附于我自己的工作 对 然后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说 那我这样子依附我的工作 我有让我的生活安排里头 有让我更满足的事情吗 更快乐的事情吗 我其实就会重新去思考这种事 没有吗 其实有 我后面 我后面在 我就是在今年1月之后 哈哈哈 就胀气之后 就胀气之后 我跟你讲真的 哈哈 就一个 哈哈 好我们 哈哈 我们就知道 一天的壮气 在Chloe的人生当中 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对 真的影响很大 欸拜托 我那个 一天没办法工作 我损失多少钱 哈哈哈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你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你在想起 就是说 欸我这样子就是 我这么认真的工作 可是我真的有从里面得到快乐吗 你就说赚钱 有时候有些人的快乐 不是钱来的啊 是 就比如说你是一些成就感啊 对对对 被肯定的感觉啊 不是那些吗 但其实你看 我就会发现 那如果我过度依赖被肯定的感觉 我拿掉了工作这个东西 请问我人生剩下什么 好你刚刚讲的衣服喔 因为我们一开始讲 你说你对于 衣服分成有急久嘛 对人的 事的 物的对不对 那呃 你刚刚其实讲到工作这件事情 你自己的状况是工作 对我自己的状况是工作 对是事 那以人的话来说 呃 我倒是真的 你知道我真的 我身边真的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 嗯 而且是我还很年 很年轻的时候就听到的 对 比如我身边有一位 呃 我母亲的朋友 对 呃她 她那时候 她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对 但她非常的孝顺 嗯 就是呃跟妈妈 就相依为命 对 因为父亲很早就过世了 嗯 然后她是独生女 嗯 然后呢 呃妈妈以前就是很很辛苦嘛 嗯 因为那个父亲很早就离世 哦 所以是妈妈照顾她 有相依为命的感觉 然后又送她出国念书 所以后来她她真的很厉害 在那个年代哦 她是可能在我真的是 我30 30年 30年前 嗯 她就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对 二三十年前 对 在外商公司可以当到一个 那个女性在台湾的外商公司 可以当到一个非常高的主板职务 嗯 总经理的职务 嗯 但后来啊 就是在她差不多30几岁的时候 嗯 她妈妈生病了 嗯 那她妈妈得了癌症 所以她就真的是 亲力亲为的照顾她妈妈 哦 同时还是有工作 对 她的薪水在那个时候很 算非常非常高的 嗯 结果呢后来妈妈的状况 都非常稳定很好 就 她 嗯 就发现自己得癌症 而且她那个时候 发现的时候是肺腺癌的末期了 哦 哇 好晚了 所以她很快在半年之内 八个月她就走了 哇 所以那时候我们后来都一直在想 嗯 就是 过度使用自己 对 而且她其实是 一直非常的照顾自己的母亲 对非常的 对 然后在母亲的那个 生病之后 母亲的病痊愈了 对 就她发现自己生病了 很短的时间 好轻碎哦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讲过 也是我父母亲的朋友 他们是真的是就是 呃 从年轻还没结婚的时候 就是那种两家非常非常好 嗯 然后也算是我的 已经算是干爸干妈那样子的一个阶段的那种长辈 嗯 嗯 那那个太太 是年轻型的失智 嗯 五十几岁就失智了 那先生大她十岁 对 亲力亲为照顾她 嗯 不假守任何人 哇 你知道吗 对对对 然后照顾了好几年之后啊 这个呃 我们大家都说你不要这么累 你应该要请人帮你 对对对 她不愿意 她不愿意 嗯嗯嗯 就后来 一样就是发现自己 病倒了 自己得了癌症 而且一样是非常恶性的癌症 在半年内就走了 哇 所以太太现在是在安养中心 嗯 因为就是 到最后她还是不得不把太太送去 因为自己不行了 对对不行了 但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其实 嗯 这其实也就是你所说的一种依附 你知道吗 对对因为说 依附其实背后是恐惧 嗯 对很深沉的恐惧 害怕失去这个人 所以你必须亲力亲为 不 并且不能间断 所以这个不能间断 会导致你其实看不到你自己的身心状态 嗯 没有办法回头过来照顾自己 我觉得照顾人的这个这个特质是很珍贵的 嗯 但是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才有办法照顾别人啊 嗯 对啊所以其实我为什么我说 脏气会让我影响这么大 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照顾人 嗯 我这样一天的脏气 我如果让我的脏气成为日常 你知道我可以 我少照顾了多少人 对不对 不是吗 所以我才会说这个为什么对我很重要 为什么我要提早警觉 本来就是你也要照顾很多人 你还让你的脏气成为日常 因为就你习惯了 你就不会觉得他影响到你啊 我脏气我还是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对但是 但是你脏气之后 你会筋疲力竭啊 你很容易像我们工作我们很容易就崩澳 就崩澳你就 你就专业枯竭浩竭了 你就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 是有可能会让我从我的专业里头离开 可是我还是必须要讲 我觉得对自我的察觉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觉得我就是病适感太低吧 你知道吗 就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日常很正常啊 因为你不够爱自己 就很正常 对对对 你不够珍惜自己的身体 嗯 好那 对适的衣服 像你刚刚有讲到的 对工作啦 等等的 然后或者对美 美算是一件事吗 美是一件事 因为美是一个别人看你的眼光 嗯 事也是 其实我觉得所有都是别人看你的眼光 事情也是 那个工作也是嘛 嗯 所以我还是说 我后来就觉得 对于别人对我的认可 已经我那个需求已经越来越少 因为它不会造成我的恐惧 好现在也许有人就说 啊吴佩玲心理事 你心理事还讲这种鬼扯的话 对我其实就觉得 嗯这就是你你相信你就相信 然后我相信他这个东西是帮助到我的 嗯 对那可以帮助到 到多少人我不知道 嗯 对但是我们就是信念契合的 就会一起走在一起嘛 嗯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嗯对那美的话 其实就会 就会是 例如嗯 你需要透过外在的一些东西 保持你身体的健康 好像我就是经过这个排毒之后 我把高蛋白粉 嗯 胶原蛋白粉 通通停掉 高蛋白粉 你原本在吃高蛋白粉 是你有健身吗 有健身 我是因为有健身的关系 去吃这些高蛋白粉 嗯 嗯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人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 嗯 我其实就从进去思考 因为其实我我我 就算我不去参加这个 这个排毒营 我在前面我学印度的阿玉废陀的时候 嗯 其实我本身就很在意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什么 很注意了 我刚刚其实就想要问你 像 像你去泰国苏美岛 嗯 体验的这个排毒 对 它其实在印度的阿玉废陀里面 嗯 不是也有差不多的东西吗 有类似的东西 因为断食 对有断食 排毒 对对对对 都有提到啦 其实阿玉废陀有讲 对对 因为我后来就是有去学了阿玉废陀 然后把阿玉废陀有中文的书拿来看 嗯 对然后阿玉废陀里头也有讲 也有讲席味法啦 然后然后就是断食法啦 嗯 或者是那个灌肠法 对 就是其实这是阿玉废陀里头的捷径法 都有提到的 嗯 嗯 所以你刚刚讲到就是 嗯 呃对美的衣服 对 其实对事的衣服有很多 你为什么会特别 比如说像我们说事业工作 对 然后呃 对于冒险事物的体验 对 我觉得对于 因为那是一种感受 很强烈的感受 我跟你讲如果是以感受来说 它其实还有政治 哦有有 政治算是 对政治的狂热 因为政治是权力感 对政治的衣服 对也有 对也有 嗯 那呃 网路 网路嘛 网路的衣服也有 其实都是连结感啊 网路 对 美 嗯 美的话其实 例如你会打什么针啊 嗯 吃什么东西啦 嗯 然后脸需要怎么样 嗯 这些东西 可是你看啊 很多人都越来越不像自己 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女神们 嗯 她们其实现在长得也都跟以前不太一样 对 那你说她难道是因为 这种 对美的衣服 还是说其实她是 这也是她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 身为一个女神 其实也是很有压力的 对不对 所以那背后是什么 身为女神 然后如果卸下女神的光环会怎么样 嗯 嗯 我觉得其实值得思考 并没有绝对的对错 而是这个呃 带着女神的光环 对你这一辈子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这个意义是大于健康 那我就觉得那她值得 嗯 就像有一些医生 像我有时候都会 都会跟我医生朋友聊天 然后听到他们生活 就心想说 哦还好我选了当心理师这个职业 哈哈 对啊医生生活超不健康的 对对因为她生活很不健康 嗯 但其实她就会告诉我说 她的那个使命感跟意义感 她觉得是非常重要 嗯 那我觉得那她这个 这个就是更重要的事情啊 嗯 她同意这件事情 她这一辈子这么做 她此生无憾 嗯 跟非常的有价值感 那那那就是很OK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在有意识的生活状态里 你知道你在追寻什么 嗯 你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 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 所以你说哦 比如说 哦我们讲到衣服 我们等一下全部讲完 嗯 还有包括物 对不对 欸其实刚刚以人的衣服来说 你我们要讲 这衣服跟生病之间的 嗯 你的心理状态 对 跟身体的生病的一些关联的话 对 好我们讲如果以对人的衣服来说的话 嗯 其实它会有 情绪 对 压力 对 紧张沮丧 对 这些东西累积久了之后 嗯 嗯 嗯 情绪的负面 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个 对 负面情绪 大家都能够接受它会造成生病嘛 嗯 所以这是 对 对事物的衣服的话 好 它有可能是 你的生活形态 对生活形态 造成 你身体里面有过多的 你过度的工作 或过度的压力 或是摄取了不好的东西 有可能 嗯 比如说你对事情 嗯 对事业 对工作 嗯 的衣服 那可能会造成你摄取一些 烟酒 有可能 对不对 对 这些 嗯 它一些不好物质 那你刚刚说美的部分 你可能会 打劲 或者是吃劲很多 嗯 你现在好好的照顾身边这个人 你看他好好的 你看他还可以跟你讲话 对你小 你会很有安全感 会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 当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嗯 你会缺乏安全感 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啊 是 所以其实 因为人是 你人是群体的动物 没错没错 所以你对于人 需要有衣服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 但不是过度衣服 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只能从这个地方 获得安全感 你不是只能从你的工作 从美当中获得安全感 嗯 是你要回头来思考 你是谁 嗯 你在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 回来问 为什么你只能从这个地方 获得快乐 嗯 为什么有些人需要喝酒 而且大量的喝酒 或大量的抽烟 为什么 嗯 因为抽了一根快乐四神仙 啊那怎样是平时不快乐吗 嗯 所以是要回来思考 那平时到底怎么了 好 所以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 呃刚刚这一段齁 我觉得是可以激荡出一个 其实他所有的事情 是有个平衡点的 对 也就是说 并不是说今天 我想讲一下 并不是今天我想要 并不是说你就不要照顾你的家 对 也不是说 欸我不能保养了 因为我现在对美太衣服 不是 不是这样子 而且说我并不是只有 从我的外型 我的外貌 这件事情 得到我的 安全感 对 对 其实 或是我不是只从这件事情上得到快乐 对 其实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 我我从二十几年 二十年前开始吧 嗯 那时候台湾的整形刚刚崛起 嗯 是 应该是说就大量崛起 就是民国大概八十九年的时候 嗯 大量崛起有一些韩 韩 韩式的整形方法 慢慢的 回到台湾 是 进入到台湾的时候 是 那时候我就是有一支做大量的整形专题 对 结果呢 我就认识了非常多的整形外科医生 嗯 就有一位得高望重的整形外科医生 嗯 就跟我说 他说呢 嗯 有一些人来 嗯 不管给他多少钱他都不做的 嗯 第一种就是 他说这种 这种人就是 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做过好几次了 嗯 他说因为这些人要整的不是人 不是容貌 而是他的心 哦 他的心灵 永远对于他的容貌不满意 是破碎的感觉 他说整形的 整形的很多人里面 大部分的人里面 是对自己有极度的自卑感 对 没错 他说 他说我是整形医生 我不是心理医师 我没有办法去 对 套 我没有办法用我的 我的技术去 去弥补你那个 自卑或破碎的那一块 破碎的心 所以呢 这种人特别容易产生一咎 所以他不做 哦 因为他会不不满意 他还是会不满意 对 他说这种人 他说只要他做过两次 除非是他前一次是真的很可怜 就是 碰到一个不好的医生 做糟了 做糟了 他帮他做修补之外 如果说我看 我已经觉得这个已经 他持续做了 我觉得你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不行不行 我觉得哪厉害不够 他说这种他就不做 嗯 他说因为这个东西是 二十几年前就跟我说 这个东西不是外貌的问题 是心理的问题 是心理的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对美的衣服 他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 所以我说 如果今天你是 就像我们刚刚讲 欸你是觉得 就是这样做一点东西 你觉得很开心很漂亮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倒不用这么过度 去苛责自己 对不对 因为重点就是在过度 这两个字 没错过度 但如果你发现真的 我身边也有朋友真的是 我觉得只能从这个上面得到 哦一点点的满足感 或者是他觉得 他用这个方式才能够 被赞赏了 对 嗯 才能被赞赏 他别的东西没有被赞赏 他没有别的能被赞赏 就人生很空洞 对 我觉得那这样子 真的不太好 对不对 是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 对物的衣服就更多了 包括成瘾其实就是 对成瘾就是了 对对 那怎么 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男女大不同非常开心 爱心理创办人 吴佩穎老师 Chloe来跟我们聊聊 到底人为什么会生病 我们从心理的观念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 嗯 我觉得 越讲越觉得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回事 真的 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同意哦 我同意 你这样的解释 所有的病痛 它其实都 跟你心理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没错没错 你太 就是你看嘛 大部分的人说 这个身体就很糟 你说医生们很多人 到最后身体都很糟 或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 就发现得了癌症 那因为他真的是过度在投入在 他的工作里面 对 然后 完全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 嗯 然后 这个 不好吃不好睡 嗯 然后这个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在身体里面 对 听起来是有道理的 嗯 但当然最后我们要说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 大彻大悟的修 修正自己 嗯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靠一天的脏气 哈哈哈哈 就觉醒 就 我不要顾 哈哈哈哈 好 接下来我就被划分 脏气心理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因为对我们来说脏气是日常 这只在对我来说 太冲击了 我不行啊 很难受啊 好 我们刚刚讲到对悟的衣服 对 各种成因 嗯 嗯 嗯 我们之前有聊过一集 是在讲 有因为有一本书 他在讲各种各样的成因 对 哦就是 还有包括对关系的成因 对对关系成因 毒品烟酒 嗯 名牌 嗯 或是性 哦对性成因 性也算 性成因是算对事吧 嗯 因为性不是一种物品 对性比较是对事 对对一种感受 对一种亲密感 对你刚刚讲到对感的一种状态 对好 对物的 对物的衣服 嗯嗯 对物的衣服 为什么会造成生病 对物 因为因为你 会衣服的物品 通常他有一些成因的性质在里面啊 因为他会 他你 例如你抽烟 你喝酒 或者是你吸毒 这些东西会让你的感官 对 这个可以理解 对 有所不同之后 你就会在这个感官的不同里头 获得疏解的感觉 快乐的感觉 那名牌呢 名牌是 你在获得这个名牌的时候 别人看你的眼神 你会达到奴类高潮 哈哈哈哈 奴类高潮 不然 你就会觉得好爽啊 别人这样看你啊 嗯 对啊 所以你会投注大量的时间 精力去寻求这个东西 成瘾的可怕是 你会没有办法去做你日常有生产力的事情 而让你花了大部分的精力跟金钱投注在这个地方 就为了获取那个东西 嗯 嗯 获取了这种可能情绪上的舒缓 好 或获取的这种就是眼神上的爱慕 嗯 有时候你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嗯 嗯 好 所以呃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呃 其实你是要去讨论到 对于物质的沉迷者 嗯 嗯 他其实是比较难去跟其他人达到一些深度的连结 对达到深度的连结 嗯 其实像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来啊 就跟我说他其实呃 会常常需要喝小酌 他意思是小酌 嗯 但其实对他另一半来说不是 是你会发酒疯 所以他不是小酌 对 认知不同啊 对 就是认知有很大的不同 嗯 但是我们去探寻 因为其实真的喝酒这件事情已经很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情谊关系 可是我就跟他讨论说 你究竟为什么会需要有日常的这种喝酒的行为 其实那就是回到他性格里头有很多的压抑 嗯 那他身上扛了很多很多的责任 但他就是很需要透过扛很多的责任 做很多的事情 来让其他人喜欢他 嗯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种依附 他也是一种依附 他依附于很多东西 他依附于关系 他依附于工作 他也依附于酒精 嗯 所以他很不自由 嗯 我发现他必须透过抓住这么多的东西 来让他的生活是一种有掌控感的状态 嗯 然后后来我就陪着他 我就去探索 陪他去探索说 如果你把这个 你对别人的不开心 讲出来行为会发生什么事 嗯 然后他也不知道 但他就觉得很可怕 所以 你知道我就说 他说这些衣附 其实到最后他可以帮忙他在短时间内 获得一种舒缓 或获得一种安全感 嗯 可是实质上 他的人生是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状态 嗯 可是他知不知道那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状态 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就会带他去回去去追溯他的童年 就会发现其实他童年里头 可能家庭是破碎的 可能他爸爸是一个对金钱没有什么观念的人 所以他从很小五六岁 就要陪着他的他的外婆出去摆摊 卖东西叫卖 所以从很小他就要想尽办法去赚钱 然后小小的年纪他过得这么辛苦 他可以吭声吗 他没办法吭声 因为他吭声的 他看到他的他的他的奶奶也都这么辛苦了 他还吭什么声 所以他就会学会一种就是生命的一种模式 然后就把自己很多的需求押住 然后看到别人有需要 他就去做事 去满足别人的需求 然后去干嘛 去留住关系 对 然后长到他就慢慢长出了另外一个 就是舒缓自己的方式 原来喝个酒 可以就是整个压力疏解下来 那他不就学到一个经验说 我可以用这样子来调节我自己的情绪吗 可是这个调节情绪的方式 他是有成瘾性质的 对啊 所以当他去看到 然后去解放了那个小时候的创伤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 其实人生 他人生到底 嗯 为了什么在过生活 那他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 嗯 所以他就可以重新回来去思考这些事情 嗯 呃 你刚才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想到 嗯 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男性在职场上是比较 嗯 通常啦 我们还是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 大部分的状态之下 男性在职场上好像占有比较多的优势 嗯 就如果我们以呃 以如果我们我们所谓的优势是钱比较多 支务比较高的话 嗯 好像确实是如此 嗯 那你就会看到很多男性都要用应酬啊 喝酒啊 你看最近有很多这个me too的这个性骚扰啊 事件其实也都是一个好像 以这个酒后啊 酒后的这个名义 哦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讲酒后名义 是因为我根本就不认为这是酒醉不 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时候出来的 嗯 我觉得呢 呃这个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我我一直以来的观察就是 酒后 这个酒后什么酒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这个所以性骚扰这些东西 其实都只是一个借口 嗯 那这其实不是什么酒品差 就是人品差啦 哈哈哈哈 我更认为是如此 好回过头来 哎 可是其实真的不是男性哦 嗯 你知道我我身边有有很多很优秀很优秀的女生 对 真的很优秀 嗯 我想我那些同学 我那些同学真的都很厉害 嗯 你知道都是那种很大很大的公司的 这个不管是外商 嗯 或是本土的 嗯 那种高阶经理人 嗯 我说这个高阶可能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一种 嗯 或者是在整个台湾甚至是这个亚洲地区 因为他就是最高的那一个 嗯 嗯 他们都有喝酒的习惯 可是没有 他们没有成瘾 对对对 但他就是会 呃就是即便哦 没有应酬回家 嗯 晚上都一定要在家里面喝个两杯 嗯 喝个喝个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那个 因为他他不会 他没有醉 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算不算 那 就他可能一次可以喝掉半瓶一瓶红酒一个人 在家里 哦 可是他说他并没有醉 嗯 但因为他平常就喝很多 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喝 你平常都没有 对我来说没有应酬 好不容易可以轻松一下 你为什么在家里还要喝呢 嗯 他说因为没有喝会不好睡 哦 OK 所以 呃 那个压力 嗯 我觉得是 然后我要讲的是这些人 嗯 呃 多数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 嗯 他们确实 其实 他们其实要承担的 不是只有工作上的压力 对 还有承担 对 来自家庭的压力 嗯 而且有 有一些是从小就有 哦 他从小就在承担一些事情 是 真的有 只是说到目前他并没有像你所说的 你朋友就是他已经可能会到发酒疯 影响亲密的 他们没有 但是 确实是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真的不分男女 不分性别 嗯 你不要说哦 为什么男生都这么爱喝酒 其实女生如果做到那样子的位阶 对 我我眼中所看到的 嗯 其实也是差不多 嗯 没错啊 是啊 嗯 喝好一点的红酒 但我但我跟你讲哦 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办法 嗯 你说这个东西叫做对物的衣服吗 其实这就不一定对物的衣服 但是我我我会介意就是 他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下定期的健康检查 嗯 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这样子 有他们都 我也花很多钱做健康检查 都赚蛮多钱 对啊对啊 那如果他其实有定期做健康检查 那那这样子的喝 他如果觉得这个是品质很好的红酒 然后他是他睡前的仪式 那可能也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 我觉得他们 我是觉得他们都很棒 嗯 因为我们都我像我完全不懂酒 欸可是他们每次 就会很不懂酒欸 对 每次我们聚餐的时候啊 对 他们带来的酒真的都好棒 好好喝喔 对 而且都可以挑到那种不用很贵 但就很好喝的酒 真的 然后很棒的酒 嗯 这也是他这个另外这个 习得的一种技能啦 嗯 所以好回过头来到最后来讲 嗯 我要讲的是我觉得 我这些朋友真的压力大 嗯 确实真的压力大 嗯 喝酒放松让他好睡 可能是一种方式 只要不要到这种真的成瘾 或是他只能够借这个方式的话 那当然不太好 对 只能借这个来获得快乐 对 那就要很小心 嗯 好最后来讲 什么时候一个人才能够 觉醒大彻大悟的修正自己 嗯 你说呢 你说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你看我 对啊 脏气就可以了 不是我要问你 那你那之后 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改变 嗯 吃东西会改变 好吃东西 然后再来是 哦 我吃东西 除了吃进去什么东西 跟吃东西的时间 嗯 也做了很大的改变 哦 因为你看我之前都是十点之后 我就还会就吃一些很油腻的东西嘛 嗯 可是我现在是真的就是 十点之后尽可能就不再吃任何的东西 嗯 就你很重视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做了一些生活形态的改变 我生活形态的改变 然后 然后就是断食 哦 就是就会真的有意识的断食 然后看能不能让自己真的断到 断到16个小时 对我们说那种 就是168的这样子的断食法 我会在日常当中 呃尽可能也可以实践 嗯 对 所以我那一次回来之后 有尝试就是 在做了大概一天左右的断食 然后我有做到 我就觉得好开心哦 哎我问你哦 所以你 你其实后来会去苏美岛 嗯 做这个排毒 跟你这个一月份的那次脏气也有关 对不对 有 有哦 你会想要去让自己的身体调整得比较好 因为我不只是一月份的那一次的那个脏气 然后是后来我就去看了老中医 嗯 我有一个就是很信任的一个老中医 嗯 然后他cover了我的脉 你知道他的表情他跟我说什么 嗯 你的身体很不好 我就心想说 他以前不会这样子对我 我就 他说很不好 怎么会这么不好 你到底有多晚睡 然后他就真的 口气啊表情很严肃你知道吗 然后就把我吓得不要不要的 然后我真的从那一次大概一月二月 然后看完老中医之后 我真的就是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作型 就 就是真的十点就赶快灯灌 嗯 那我跟你说 那还是你个人 你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 你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 就像我的中医呢 就是已经讲到那个 讲破 讲破嘴了 每一次 那个把脉都 你这个 你真是虚的 你为什么现在还能够 还能够坐在这个地方 那你知道你的强度 就会提高 就是你那个痛苦的强度 就会提高 对啊 你可能要躺在那边 躺了三四个月 你知道就是 不然怎么会有一句话叫 不见棺材不掉泪 对不对 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呢 就是这种 你已经习惯太多太多的高压 就你把这些事情都视为 对 视为很很很平常的 就我以前这样我也是可以过了 所以我现在其实也可以过 那当然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嘛 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些调整 这绝对是这样 那不见棺材不掉泪 这个 你知道 因为你啊 痛苦的耐受度太高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种小小的脏 脏气对你来说 根本就不是痛苦 但对我来说好痛苦 对对对 我痛苦耐受性太低 这个这种这种 所以你说什么 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彻底的 彻底的大 大厕大悟的时候认自己 这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对是每个人痛苦指数 对啊 所以耐受度太高也不是件好事 对啊 真的本来就抗压性太高 真的不是好事 因为你会看不到 你身上压力已经可能来到八九成 但抗压性太低也不是好事 抗压性太低你该该叫 你就会求助 你就很快回复平衡 那你就很多事情都做不好 不会啊 你看我我有吗 我自己觉得我抗压性没有那么高 因为我很会干干叫 但我干干叫完之后 我就又有力气 然后又继续啪啪啪 就做很多事情 对 但是我还是要说 其实在我们实务工作当中 抗压性高的 也会是忧郁症的高危险群 真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痛苦在身上 对 然后他们会 还是很着急的去回应其他人 但是没有回来回应他自己身体求救的讯号 你没有发现我今天都没有说 这好难喔 你好棒喔 不是因为今天的主题对我来说 怎样 就是 我的人生吗 没有 因为我跟你讲 我现在已经放很松 我没有要你改变 随便你 我以前都会说 你不能这样 不好意思 还会苦口婆心 我现在不管你了 随便你 所以我今天好放松喔 对 对 不然有时候他来说我都觉得压力好大 对 我们又要来那个警示了 对不对 不管怎么讲 跟Chloe聊天 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们谢谢吴沛颖 谢谢Chloe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